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六剧女神耍弱以爱卫营 百六九百六十三饮食 法超神神饮 赵乐斯嘴尝吃这个单零食 每逢佳节胖衣食金 新年新希望许下减肥成功的 各位也刚面对现实了 五为六剧顶流女主的独门瘦身吃法 无需耳务照样能瘦 杨子为了就吃水果 屏住常相思斩获观众喜爱的杨子 是个出了名的吃货 可偏偏是一胖体质 身高167公分的他 巅峰竟曾胖到74.4公斤 还曾吐露心声 在终求梦想的路上 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胖 为了素瘦 杨子试过一周断食 仅吃营养品 或三餐都吃水煮 效果虽然明显 却很快见腹胖 拍戏也没精神 后来他改为早餐吃饱一些 饿的时候搭配水果 维持血糖平衡 状态好得多 还应变受上热搜 至于那些高热量食物和零食点心呢 杨子没硬逼自己放弃 在拍戏或是宣传期刻意吃少一点 搭配运动习惯 养出顶级女主体态 白鹿 独门963饮食法 以爱慰盈的白鹿习惯 在小红书分享日常 他提出的963饮食法 至今被无数女孩分为工业 即早餐9分饱 午餐6分饱 晚餐3分饱 早餐不受限 尽情吃 午餐则要选择玉米 燕麦 南瓜等优质淀粉和高纤维蔬菜 外加调味 清淡的金鲜润来补充蛋白质 晚餐则避开淀粉和油炸 以蛋白质 蔬菜为主 面对女星常有的水准问题 白鹿就靠祝黑咖啡和一人水来快速排水 前者可简直 后者有美白的加分优点 也难怪白鹿可以维持零破绽的超新状态 大瓶女王果真名不虚传 余淑欣 黑咖啡 白开水助攻 演艺圈白负美余淑欣曾在拍 云之雨前收到导影微信说 你有看过胖的间谍吗 史智很甩肉肉脸 余淑欣不太吃碳水食物 主食会用糙米 硬麦 地瓜 玉米等取代面与饭 并选择大量高蛋白质食物 如鸡蛋 番茄 鸡心肉 牛奶 牛肉 鱼虾等 提升肌肉量 自然不易胖 另外 鱼舒心也是喝咖啡的信徒 大赞提神行脑又消水肿 有助促进肠道蠕动 且每天都要喝很多很多水 逼自己喝足每日所需饮水量体重35cc 但他提醒睡前别喝多 免得隔天水肿 难怪其今朝里又甜又瘦 美出新高度了 迪力热巴 少量多餐不爆食 刚在春晚已新江乳顺灯热搜的迪力热巴 刚出道时因为肉肉领和吃货性格被密称为胖敌 虽然爱吃 但他采取少量多餐法 让肠胃好好消化食材 稳定血糖 维持饱足感 避免饥饿爆食 他也靠住亲自下厨 避开外食中的重口味调味料 拿手菜包括新江乳酪哥巴沙拉 青酱乳大粒面 番茄小黄瓜拌三明治等 控制热量又可加入喜欢的健康食材 迪力热巴也呼吁粉丝 不要盲目猪球兽 该猪球的是健康 因此他致力维持云秤体态 而非骨感 难怪在花雨少年五 被克罗埃西亚卫兵换港仪式当街分后 到哪都吃得开 赵乐苏 八杯水打造异兽体质 别看偷偷藏不住河省影 中赵乐苏白心鲜细 仙气飘飘 刚出道时的他161公分 55公斤 但因演员被指至少有60公斤 遭网友调粉味最胖女演员 还留下乐苏的称号 为喜刷无名 赵乐苏努力打造异兽体质 包括每天都会好好吃早餐 借此来启动身体能量 维持良好新陈代谢 午餐则是大量的蔬菜 加上原型食物 高嵌淀粉类 蛋白质 低脂乳质品等 如果嘴馋了就吃水果 但要避免太甜的水果 以免摄取过量糖分 晚餐则是省略不吃 此外 喝水也很重要 他每天会喝满八杯水 超过2000cc 顺畅健康 皮肤状态极好 如果拍照还是不满意 赵乐苏大访 承认什么年代 谁不屁图啊